大家好,我是艾圆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黎月美日委托 且听笑回分解 136-137 驴者且留步 且听我一言 圆神,成就全收集 1.0-4.8共1240个已完结 包含天地问像隐藏成就 美日任务,世界boss,及其他 这期视频我们来收集 驴者且留步和 且听我一言这两个成就 我们需要在 黎月的美日委托里面 先刷出这个 且听下回分解 发布人是刘苏 他是一个说书先生 因为记不清自己讲到哪了 所以又委托旅行者 也就是我们 去问这三的人 我们 每次任务可以问两个人 问完之后 他会给我们那个便条 我们回来交给他 每次只能交一回 比如这个茂财中 他会给我们采语神尚 我们交了采语神尚 他除了会说上还会说中 然后江州会给我们采语神尚 我们交给他 交中的话他会说下 交往上和中之后 就会获得驴者且留步 这一成就 范二爷 范二爷会给我们海上复云祭 借着便钱 我们把海上复云祭这便钱交给刘苏之后 就会直接获得且听我一言 所以这个任务至少需要接三次 又向后帮和布丁反应 老是接不到这个茂财宫 所以拿不到采语身上 这个布丁也没有很好的办法 就像我的小号 我的小号头一次接就拿到了茂财宫 然后拿到了范二爷的海上复云祭 然后第二次直接又给了江州和范二爷 所以我就要再耍岛一次 就能完成进来的成就 这个可能还是比较看脸吧 好的一下子也是视频 我们需要在每日委托里面 先接到这个且听下回分解 接到任务之后来 我们点击任务追踪之后打开地图 来到黎月港上方这个棋皮点 到棋皮点做后 我们等随任务指引来找这个刘苏 来到他对话 对完话之后会有两个任务提示点 我们等随任务提示点 我知道是提示了江州和茂财宫的 顺便提一句 江州的话白天在码头 网上的话他会去甜铁嘴那听书 就是钟离经常去那地方 来我们来找他对话 对话完成之后 我们就能拿到财宇身中 之后我们征随任务指引来找茂财宗 对话完成之后 能拿到财宇身上 这边再走出来的话 是那个范二爷他在这 但是我们对不了话 他处于的是无法对话的模式 然后我们回去 来找刘苏 不过我们其交的是山海复云记 那听完就能获得且听我一言 不过我们交的是财宇身上 或者是财宇身中的话 要交两次 两次交完才能拿到成就 所以小伙伴们要记得自己到底交了什么 我要那个白白浪费了委托的机会 其实还是很难接到的记者 那我们的蒙德和黎月地区的美日委托就征兴完毕了